近日第二屆白領慈善拳擊賽在深圳火熱開打 為何說是火熱呢? 因為參賽選手當中也有很多時尚亮麗的業餘拳擊愛好者 而且他們是零基礎的 只接受過三個月的拳擊培訓 不過在比賽裏面 這班業餘選手其實全部都是有眼有眼有模有樣 專業拳台、專業的賽制、專業的裁判 還有台上比拼選手 你可能以為這是職業的拳擊比賽 但其實場上全部都是 只得三個月訓練基礎的業餘拳擊愛好者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拳擊類運動 從零基礎開始集訓了三個月 這次的白領慈善拳擊賽 是由深圳專業的健身機構主辦 參賽者都是在深圳工作的職場人士 零基礎他們已經有三個月的專業訓練 才可以參加比賽 選手站上擂台既可以相互切磋 亦都是對自己的特殊 擺領拳擊是一項來自於國外 尤其是來自歐美的一項 時尚的體育運動 一種形式一種概念 即觀賞性、娛樂性和群眾參與性 於一身的一項非常好的運動 而且它非常容易入門 一天的緊張工作之後 參與拳擊運動可以有效釋放壓力 堅持訓練還會有意想不到的結果 它可以給你一個很好的身體形 就是我健身兩年都沒有把自己的一個很漂亮的線條練出來 但是我拳擊用了三個月 我就把馬甲線全身都練出來了 所以說真的是no pay no game